如果我买了一座豆 心情会不会变更好 如果我买了一座豆 明天能不能睡到宝 如果我买了一座豆 伤害的人别太多也别太少 每天作息自由别太安静也别太吵 不为了营业专家只会享受阳光 所以真不打算对外开放卖票 如果我买了一座豆 不是冬森那种虚拟地产 而是摸得着的阳光落地窗户地板 让我做琐碎的现实生活避难 让我看看努力奋斗还能有个彼岸 刀上收拾不用太多 睡觉外饭齐全 却这里等出现新鲜空气 只好我的鼻炎 比起华丽的城堡 我更需要247便利店 让我吞点柠檬茶和泡面 不需要dresscode 人字都搬搭 吃喝倒碎也不要来杯奶茶 写的没事上网刷刷刷到下一座 喜欢的豆 那就慢慢慢慢买它 如果我买了一座豆 我的家人朋友会不会为我骄傲 还是阿迪丽对我嫉妒或嘲笑 如果我买了一座豆 微博上的人会不会说我吃太饱了 撑的应该怎么回答真令人苦恼 我觉着不是所有人都要争当那英雄 每个人都拯救星球那还谁算英雄 可能有些人生了带着使命 可也有人像我一样只想 岁月尽好看看星空 越长大越真实那越是读个惊悚 努力着平凡平淡而不贫穷 那自己内心那些渴望其实不用那么坦荡 再抢救全世界都来给你做定着 不是为了炫耀或是同志 批判或是讽刺 只想要有偏一倍的小小天地来安放 没实现的理想兼致 学会了试图套离现实 别去打扰别人在做真的懂事 所以我想买个豆 对小话负面情绪 倒不倒也不少 刚好够我藏了定居 我想买个豆 或许有谁愿意免费送我一座 我也同样很感兴趣 如果我买了一座豆 心情会不会变更好 如果我买了一座豆 明天能不能睡到宝 平台飓 beautifully 恢复 springs 22亿 我们来 respond 平台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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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피� 平台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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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